记者吴正峰台北报导,日前传出台北市西门丁一间旅馆因房间窗户遮光率太低,住客在房内的一举移动隐秘行为均被外人窥视。 对此,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邱小华19日认为应透过行政法规客一旅馆业者注意义务维护住宿权益。 邱小华透过台湾司法人权进步协会表示,受害注册常因证据难以搜集或因旅店业者主张不知情,使得求偿困难,以本案为例。 旅店房间窗帘透光性太高,隐秘性不足,民众根本不知隔墙有人而无法预防,平白被偷拍何其无辜? 邱小华建议可从行政法规方面刻以旅宿业者注意义务,促其改善门窗遮光率,并随时检查营业场所房间有无招架射偷拍离器,且主管机关以定期派原茶和旅店业的住宿隐私安全,使能确保住客不至于沦为下一部私密影片的主角。 邱小华指出,为了确保大众的隐私权不被不告侵犯,刑法早已定定防害秘密罪章,其中第315条之一就是用来对付不孝的偷拍业者。 违者可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举番在旅店、民宿、摸铁或公厕架设真孔摄影机,使用空拍机、密录器、录音笔等科技设备偷拍,偷听他人私密活动、言论、隐私器官等行为,皆能以该条文处罚。 至于旅店业者有无责任,邱小华表示,刑法第315条之二有提到意图盈利攻击场,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为前条第一项之行为者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,之一或科或病科五万元以下罚金,因此业者仍需留意,不要涉及不法。 2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